说到法国 爱菲尔铁塔 不只是游客必去的朝圣景点 现在呢 也成为挑战极限的指标之一 有一名法国三十四岁的女性运动员 加尼耶 她就用绳索徒手攀登 爬上了爱菲尔铁塔的二楼 十八分钟内 爬了一百一十公尺的高度 打破男女绳索攀爬记录 双手紧抓绳索 一步一步往上爬 底下群众麦力加油 空中只见一名金髮马尾女子 和一条粗绳 场景在哪 各位观众答案揭晓 这里是法国必去景点 爱菲尔铁塔 2024年巴黎奥运七月登场 法国仗爱赛选手 抢身一步挑战记录 用一条一百一十公尺长的绳子 靠自己的双手双脚 徒手爬上铁塔二楼 高度光用看的都让人脚软 格尼确只花了短短的十八分钟就成功 三二四岁的格尼 为了攀登爱菲尔铁塔的梦想 训练了整整一年 虽然还没有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认证 但十八分钟完成一百一十公尺攀登的壮指 已经打破了世界男女绳索攀爬记录 不过这些数字对菲尔铁来说 也许只是不佳 因为他在家人的见证下 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之后 他已经开始在想 下一站该挑战哪里呢 哈喽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